五月来临之际,生机萌动,万物复苏,我们来到了西乌齐会展中心。 大家好,我是维卡,看我来到了哪里。 为深入贯彻自治区党委、政府和盟委、行署,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要求。 4月29日,西乌齐巴拉盖尔高乐镇2022年市政建设重点工程及城镇提挡升级项目开复工仪式,在会展中心项目施工现场隆重举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举行西乌齐巴拉盖尔高乐镇2022年市政建设重点工程及城镇提挡升级项目开复工仪式。 常致地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谢谢大家。 提升了一居生活的环境,让百姓的幸福感更有质感。 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总刀,以提升中心城镇功能为总抓手,扭绕优化环境、拓大投资, 努力招生引资和高标准项目建设战略,进一步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功能, 提升城镇品质水平,不但促进全体经济社会高极的发展。 2022年,国旗计划实施巴格尔高楼镇施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6项, 其中新建14项,续建2项,项目实施对古旗巴格尔高楼镇施政基础设施短板, 改善城镇一居一业环境,悲念全球文明简范城镇,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期,国家卫生现成, 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宣布西乌中庆起巴格尔高乐镇2022年16项市政重点项目开工。 同志们,西乌齐巴格尔高乐镇施政建设重点工程及城镇提挡升级项目开工仪式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